大家好,我是黃錦輝教授,是立法會議員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過關的客馬 我想大家都經歷過過去一整年過關 很煩,很開心 我們立法會的同事一直在爭取,其實我自己也有爭取 我也是全國政協,兩會的時候我們都寫過一些提案 關於這件事情,終於了,上面就聽到了,把它取消了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問題裡面大家要好好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麼煩,這麼討厭呢? 如果大家再想一下,我們早幾年前,我們有時候搭飛機 或者是過關的時候,量度火車,其實都要填個表 記得那張表叫做健康申報表嗎? 其實就是告訴當地的政府,究竟你有沒有病 尤其是有沒有傳染病呢?當然是 所以應該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只不過呢,就在這一次COVID的情況之下 又因為我們的科技有進步 所以就現在用一個電子報表的方法 或者數碼報表的方法 大家就用一個客碼,QR Code去做 但這個問題其實出現了,反映到 很多人不適用 很多人不知怎麼辦 所以就塞在關口那裏 令到人過關的時候,很煩,很討厭 大家也覺得報這個健康是沒有問題的 但要等那麼久,要那麼煩,就是問題 我們再看看問題在哪裏呢? 其實這裏是反映到我們經常說 做資訊科技、創生科技的一個大的問題在這裏 就是,你不要經常想到科技先 你想一下,你用的時候方不方便先 反映到一個我們叫做數碼紅溝的問題 其實我們尤其是在深圳過關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譬如說 上了年紀的長者過關的時候 真的摸不著頭腦,又不知怎樣填 或者有些小朋友又不知怎樣填 不知怎樣填就塞住 後面趕時間那些就在那裏鬧鬼 所以,因為這麼煩 所以有這麼多人建議盡快取消 所以其實那個,一報上去 你的健康是正常的 只不過這裏就反映到 怎樣應用科技 一定要考慮到,比如說數碼紅溝的實際情況 在這裏就算了 我們要做數碼紅溝的問題 我們要做數碼紅溝的問題 我們要做數碼紅溝 我們要做數碼紅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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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